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化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在古代禅师常常移月为辟喻 所以我们有很多关于月亮的一些公案 那我记得有一首诗呢 它说呢 千尺诗轮直下垂 一波踩动万波水 月深于水净于不时 满船空窄月明归 那我们在这一首诗中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呢 在大自然中的一种奥妙 那也感受到一种 就是呢 自然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的一个感觉 那诗人界有这样的意境呢 去让我们体悟这个禅的心 还有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那我们当下的心念的一个稳定感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有这一首诗 我们也做一件 满船空窄月明归 好 那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花器 那各位爱化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我选用了一个这样子 有点椭圆形的花器 那它的感觉呢 又有点像船的形状 那在这个诗中呢 它说满船空窄月明归 那事实上呢 它的意境是 因为瑜伽呢 出去捕鱼 可是因为呢 鱼不受诱惑 而且因为水又冷 夜又静 所以鱼呢 它动都不动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说呢 不飞时时 睡到晚上呢 不要去吃东西 那在八观灾界里面 它也是其中的一个戒 一个灾界 那所以鱼懂得在当下呢 水寒 那夜静 那这个时候不动 那就不会丧失了性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有这个色身 有时候也要有一些智慧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藉由这样的花器 那我们来插座作品 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只我们称为鸟梨 我想这种花财很多人看到了都会觉得 就是很可爱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 很多人都吃这种色色的鸟梨长大的 那虽然呢 现在我们也有这么多芬芳美味的好吃的梨可以吃呢 但是我想在我们心中呢 都还是留下那种小时候那种很美好的一个记忆 因为呢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呢 在过去物资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呢 它带给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回味 好 那我先把这一只的梨汁呢 稍微的修剪一下下 它的下段呢实在是真的是蛮美的 因为它下段是粗枝 那我们插画最喜欢是老的枝干 老干新枝 但是呢有时候高度又觉得它有点高 不过呢我想镜头里面如果还OK的话 我就不要把它剪断 那也让爱花菩萨可以感受到呢 我们有时候在插画的时候 就是这个老的枝干 然后新的枝 它的一种张力 好 那我现在让这个果实呢 剪的量 剪的蛮少的 好 我把它 这个枝干呢它非常的 非常的硬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不太好插 好 我稍微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 这样子呢 让它的这个汁呢能够稳定 那这一只汁呢虽然不是说 它的线条是这么美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一波三折 就是说在这一只汁条的 感觉上呢它是有三段的一种变化 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些修饰 好 那我把这个汁擦上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 因为它是这么的高 所以我可能要加一点点的中段 好 那今天的中段呢 我选用的是我们台湾的金毛杜鹃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好 那台湾的金毛杜鹃呢 这个花财呢 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花财 因为它会开在每年的四五月的时候 那台湾的高山会开一大片的这个粉红色的 整片的金毛杜鹃 它也带给很多登山人 登山者很多的热趣 然后有很多的登山者呢 也特别喜欢在这个时候 到高山去爬山 去欣赏这些台湾的金毛杜鹃的美 所以这些都是台湾很丰富的一些资源 好 那我们把这个金毛 那这个金毛杜鹃呢 它很特别 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叶子的尾端 我们常常用杜鹃 那可是杜鹃的叶子的尾端 它没有金色的毛 那这个金毛杜鹃呢 它的叶子的尾端呢 有一些金色的毛 所以感觉很很特别 那我们在平常呢 插花呢 常常用它 那我们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呢 也常常用这个花财 所以这个花财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的熟悉 好 那我在下段加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金毛杜鹃 好 那各位爱花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好 现在金毛杜鹃 虽然不是最美的时候 可是还算还OK 因为那天我到花市去呢 我跟这些花市的这些 卖花的人呢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然后有时候 他们都很喜欢我买他们的花 所以每次到他们的那个摊位上呢 我就会也很讨他们欢喜 跟他们买个几把花 让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好 那我把这个部分 加了一些金毛杜鹃 那上段似乎好像梳了一些些 梳梳瘦瘦瘦的一些些 那不然我在后段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支的这个梨果 因为我刚刚呢 舍不得剪这个老干青丝 所以这个比例长了一点点 所以会感觉上作品好像 细了一点点 所以我在后段再加一支的这个梨果 那这样子呢 它有一个侧枝 那这个花形呢 有点像我们的竹史叉 竹史叉的感觉 加一下后段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今天我要使用的花材 我今天就选用了一株这样的 我们台湾的石虎兰 好 然后呢 我把它整个这样剪下来 因为一般呢 如果我们在花市呢 买那个 石虎兰的话 是从 是从那个 比如说泰国进来的 然后它说只有花而已 然后它的花呢 比较大多 颜色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美 那像我选用的这个台湾的石虎兰 它的价位不会很高 可是它感觉上 有一种很有灵性的感觉 好 所以我选用一支 一株这样的台湾的石虎兰 来做我们今天的满船 空仔月明归的竹花 好 那我把这个石虎兰 加上去之后 我把下段稍微减少一些 好 那除了用这个石虎兰之外呢 这一株的石虎兰 我再把它调一下它的位置 好 那各位阿博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一株石虎兰的这种美感 那除了这个石虎兰之外呢 就是说像它下段的这个叶子呢 我也可以用用它 那可以做我的下段 那感觉上整盆花 就会很脱俗的感觉 就不会像一般的花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一株下段呢 我再把它拿来做 它的下段的鸡盘 好 那各位阿博菩萨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它加了它的这个叶子之后 它的整个感觉又特别特别的好 好 然后呢 我再试试看我的侧面的地方 怎么样去增加它的一个亮感 因为这个花气本身它很重 然后呢 看看怎么样 再增加它侧面的这个力量 不会让侧面太瘦的感觉 好 那我试一下呢 用一些 各位阿博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这个 针目 针目 那我把针目呢 加一些在下段 好 让它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色彩的感觉 它虽然很短 因为我们这个花气很深 好 因为夏天要插花呢 有时候呢 我都尽量尽可能 有时候配合一些盆栽 一些植栽的应用 好 把它 好 如果真的在太短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 脂梗来把它加长 好 再试试看一柱 剪短一点点 好 从根部剪起来 好 这样子呢 我在下段的地方 因为这个作品的颜色 是 都是有一点点 比较没有色彩的 好 我在前段再加一片的这个 叶子 好 好 那我手上呢 还有一只这样的佛手鱼 这样佛手鱼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只 我来试试看这个叶子加上去 是不是它在后段的力量上 会比较好一点 嗯 感觉还不错 好 所以我在后段 再加一下下 好 我把这个 因为加了后段呢 我把这个折磨就不要用了 好 那各位阿花菩萨 现在可以看一下下 加了后段一种 嗯 一点点的这个 叶子的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用一个这样 船型的花器来插座 好 那有时候呢 我们是先架枯木再插花 好 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花 好 那它像一个船 好 那像迎着风帆出去的感觉 好 那我们再插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再架一些 嗯 我们喜欢的一个感觉 枯木或者这些海芙蓉 好 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来试试看 放放看看 有时候我们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先架木头 然后再插花 然后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插好花 再架木头 好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把这件作品呢 让它这样子 就是先插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架这个木头上去 好 那在插座这个 满船空载月明归的时候呢 也让我常常会想到师父 因为师父呢 常常到很多个国家去 弘法 然后去把这个 佛法呢 五戒啦 三规五戒 十戒 八观灾戒 所以又跟佛法有关的这些 很多的理念跟信仰 带到中国大陆 带到好多的地方去 然后师父呢 也到每个道场去呢 就是让很多的道场 任何的一个供养 师父都把它留在当地 然后自己呢 两袖清风飞到台湾 我每次听到关于师父的这个点点TV 我都觉得很感动 那也感受到 像很多人跟我说 啊 我们的师父 为什么在大陆那么受到欢迎 那其实师父所做的一点一滴 一定是受到当地的肯定的 然后他自己 我们生命道场 其实都是非常的需要经费的 可是他把所有的供养都留在当地 然后自己就像这个世宗说的 满船空宅月明归 带回来呢 是两袖清风 但是把这么美好的佛法留在 全世界的很多的地方 但是他带了那种自信的光明 佛法的光明回到台湾来 所以也用这样的一个作品 来感恩师父 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哦 接下来呢 我们再插做一件 既有这个满船空仔月明归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各位爱华菩萨首先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花器呢 它也是很特别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 然后呢 陶一家呢 运用这个陶的这个功夫呢 然后制造了一些孔洞的感觉 那这样的孔洞呢 我们拿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善用它 比如说呢 今天呢 我想要把这一颗的 台湾原生种的这个蝴蝶蓝 白色的蝴蝶蓝呢 我想要把它插座在这个作品上面 那我们知道蝴蝶蓝 它的根部不能浸太多的水 因为呢蝴蝶蓝呢 其实它常常都是被我们浇太多的水 浇坏掉了 因为我们知道蝴蝶蓝需要的水不多 像现在夏天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浇一次水就好了 那冬天甚至是一个月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所以蝴蝶蓝它需要的水量不多 因为它会吸收大自然中的这个空气跟养分 好 所以呢 我就不要把这个根部呢 放到水里去 放到水里 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固定这颗蝴蝶蓝呢 那各位阿博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比如说 我手上拿了一只这样的一个枝梗 这样的一个枝梗 那刚好 刚好陶一家在这边做了一个洞 好 然后我就把这个枝梗呢剪断下来 好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枝梗固定在这一个洞上面 好 然后我就把这一个蝴蝶蓝呢 这样绑在这个上面 那这样我的蝴蝶蓝呢 就不会被水影响到了 好 那我在这里呢 架一只的铁丝 把它做一个固定 所以我们在擦花的时候呢 有时候要顺着植物的一个根性 就是说 它适合的一个因缘来做擦作 好 那我把这一个蝴蝶蓝呢 这样把它做一个固定 好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干净洁白的这个台湾 台湾的那个原生种的蝴蝶蓝 好 我们再把它固定一下下 再固定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很多台湾的女孩子呢 都非常的暧昧 然后呢 像我自己的学生 好多人我问他们 几乎都在学瑜伽 除了暧昧以外 当然他们因为希望身体健康 所以很多人都会学瑜伽啦 然后学很多的气功 不过呢 每一次 我都要有一点点故意 故意那个问问他们 然后考验一下他们 我就会问他们说 那你们学瑜伽啊 你们学气功 有没有吃素啊 结果我发觉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吃素 我就会跟他们说呢 你们学 这么用心的去学瑜伽 那这么用心的学气功 那没有吃素 不是白学了吗 他们说不会啊 但是我们知道呢 其实我们讲身心灵的干净 因为血液进化了 那身体呢就跟着会干净了 那心性也会跟着比较平和一点 所以我相信再多的运动呢 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呢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 能够长养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然后能够呢 让身心都是很清静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干净整洁的蝴蝶兰的时候呢 就会想到有时候身心的一种清静 好那这个蝴蝶兰呢 因为一只以外呢 它会有一点不好固定 所以我在后段呢 我再加一只的枝梗 这样子把它固定起来 好我再绑一只 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然后这样子呢 让整个蝴蝶兰呢 它在这个花旗的一边的角落 OK各位好 好那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利用两只的这个枝梗呢 就把这只蝴蝶兰给固定起来了 好跟它你们 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蝴蝶兰的它的这个感觉很好 我让它再测一点点 好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擦一个很干净的感觉 好本来呢 我们今天有上面的那个 这个鸟梨 那再加鸟梨上去 不过看到这么干净解净的蝴蝶兰以后呢 我就觉得这件作品呢 我们就不要擦那么的复杂 然后再加上因为它下段呢 会有一些根部 比如说 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它这样子攀在这个花旗上面 好那我用一点点的杜鹃的叶子来修饰 好不要太杂乱的 因为太杂乱呢 好像会把那个下段的地方给破坏掉了 好把这叶子呢 稍微的整理一下下 好再用一只 再试试看一次 我们把它沿着这个边边 放一点点这样的杜鹃 好再一只 好再找一只长一点点的 好 因为我们没有放剑衫 所以它在固定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比较不好固定 好把它稍微的放一下下 刚好这个蝴蝶兰的这个根部呢 还有一些像网状的感觉 那我们再在这个网状中间呢 把它放进去 好这样子我们把它的这个根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 做一些些修饰 如果效果不是太好的话呢 我们再可以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青苔 好这侧面的地方我也是一样 加一片的这个叶子 来把它做修饰 好 好 那各位爱花葡萄 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蝴蝶兰本身呢 它就已经感觉很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放了一个剑衫 那事实上呢 本来我想要做鸟梨 跟它做一个搭配 那花葛这个蝴蝶兰一上去之后 就非常的脱俗 然后很清雅的感觉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 一点点的这个 金黄色的这个米针 来把它做这一边 然后把中间的水面空间呢 完全的流下来 完全的流下来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感觉 好 刚好它这边有一些洞 我们就可以擦这个米针 我们找到适当的洞 好 那这个米针的颜色呢 它很 很亮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一点点这样的小橘 试试看 是不是需要加上去 因为米针的亮度 已经很好了 试试看侧方 好 那我们加一块的小小的枯木 把它架一下下好了 那我接下来呢 试着把它放一块枯木 因为我今天呢 用的那个菊花呢 已经被我剪到好短了 所以我应用一块枯木呢 帮我把这个菊花呢 做一些固定 因为有一些像这样的花器呢 我想不要把它放这个剑山去擦 那它会有一种更 更特别的感觉 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小小的一个菊花 那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那我把它配一件 今天我选用了一个 我们 生命道场 曾经师姐送给我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现在极热爱撒众生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logo 那这个logo我自己很喜欢 我都放在我家进门的地方 每天走过去都会看到它 那我们有时候像这样的一个 很庄严的logo 那也很有正量 很有能量的一个logo 我们可以 常常在适当的因缘把它善用它 放在常常看得到的地方 或者有时候在插作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运用上去 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件作品上面 我们把它配一个这样的一个logo 那希望这样的作品呢 也可以带给您 像这个作品中所叙述到的 《满船空载月明归》 因为我们人生呢 不一定要是很丰富的一个物质生活 其实有时候那个明月照在我们身上 就像佛法之光滋润在我们身上一样 那虽然物质生活不是这么的富裕 可是佛法的光芒 那会让我们内心慈悲欢喜清凉 那愿此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法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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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丹佛 阿弥陀佛 社会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智业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契养学童 忠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济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常安乐 护持账号 5005-9824 5005-9824 顾名 淮海教育基金会 新逢世家摩尼佛 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星期三 上午9点 恭送御佛功德经 及佛前大共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敬请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生命电视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5月共修行程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5月5日星期三下午2点 共修地藏经 护生祭慈悲施时 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 共修药师经 持108遍药师咒 5月15日星期六下午2点 新逢文书菩萨圣诞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护生祭慈悲施时 5月26日星期三下午2点 新逢葬礼四大节日 恭送阿弥陀经 祭拜佛念佛义之香 地点 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观世音菩萨为了利益众生 而献了不可思议的牵手牵眼 并以种种善巧方便救度众生 菩萨时时刻刻都是想念着众生的苦 不舍众生受无量苦 因此 菩萨恒常不离开利益众生的大慈悲心 心心念念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而油画人间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 尽心尽力地帮助众生 利益勇情 对待一切众生 就要有一颗真实无伪的慈悲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